接著我們要加入聲音 我們剛剛一樣在桌面上的素材裡面 我們有放了一些音樂檔 比如說我就選這兩個好了 一次看能不能選兩個可以 假設我就選這兩個 我按開啟 按確定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聲音的部分是不是有這兩個了 然後呢各位可以試聽看看 對不對 這一首沒錯 好 我們可以幫他停下來 還有一首 好 確定我們要的 OK 好 好 那如果萬一呢這一首不想要 直接點這個就可以把它刪除掉了 可以把直接點這個就可以刪除掉了 好 這是聲音的部分 然後我們回到投影片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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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